Hello,大家好 真的是超久超久不见了 我都已经快忘记录视频是一种什么的感觉了 对,然后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之前开始的那个100空评的挑战 然后给大家update一下我现在已经做到多少个空评了 如果你跟我一起还继续在挑战100空评的呢 也欢迎你们update我,你们的progress到哪里 好,那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那我们首先从面膜开始讲起 我面膜其实用掉了这四盒 那有一些是我之前没有分享过的新品 所以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心得 首先就是这个Liz的面膜 这个其实我之前就已经讲过了 这是一个台湾的医美品牌 然后它是专门设计的是那种雷射术后也可以用的那个面膜 我觉得它的镇静修复然后保湿的效果非常的好 像我前一阵子有去跑那个10k嘛 然后跑10k当然就是太阳非常大 然后我皮肤都有点被晒得红红的 那我就是回家之后就是敷这个 然后敷完之后就觉得啊皮肤一下子就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然后也没有被晒黑 所以它我觉得它有一个晒后修复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喜欢 这个是很火的那个叫什么春雨面膜对不对啊 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的原因是 它的香味有一点就是很artificial的感觉 就不是很天然的那种香精的感觉 所以我对它的味道其实不是很喜欢 然后我觉得效果来讲的话就一般般 就是没有让我很惊艳的感觉 剩下这两个我都挺推荐的 一个是这个Four Beloved Girl 就是宠爱之名的旗下的叫宠爱女孩的这个品牌的 矿物云丝膜 我觉得很好用 这个连我男朋友都喜欢 就是它纸张非常的薄 然后敷起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滋润 这款我也挺喜欢的 他们家的面膜我敷到现在 这款应该算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敷完真的是比较有感觉 就是皮肤上会觉得 就是有点白亮 然后水润皮肤很细致的感觉 我觉得它的美白效果是 他们家我试的面膜里面 我比较看得出来的 接下来是头发的产品 这个是我之前用完的一罐洗发露 然后它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叫Himawari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它是那种保湿 但是又不会让头发很塌的那种洗发露 然后而且它的香味非常的好闻 我每次用这个洗头 我男朋友都会说你的那个shampoo的味道很好闻 对所以我就觉得它挺喜欢的 而且它的起泡非常的棒 我是在那个Yummy Buy的网站上买的 Pentene Pro V Sheer Volume 这个我也回购过好多次 虽然不是我最喜欢的shampoo 但是是我觉得就是美国的那个drugstore里面 可以找到的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shampoo 所以我也是回购过好几次 然后发膜的方面我是用完了这两个 一个是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这个 Oleotherapy L'Oreal Oleotherapy 多的我就不讲了 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 但是他们家的这种发膜里面 我更加喜欢浅黄色的那个Total Repair的那一款 就相比较而言我觉得那一款会更好用一点 那这个是那个Pentene Pro V 然后它也是叫3 Minute Miracle 我记得Aussi也有一款叫3 Minute Miracle 我觉得这两款比起来Aussi的那一款比较好用 就是更加有保湿的效果 这一款就比较适合比较油头的那种人 因为它就是很清爽像乳液一样的质地 然后而且它那个涂上去就是不会觉得头发塌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保湿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我剪短发了之后用它还可以剪长发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的保湿力度不是很够 所以就看你的发质 这个是就是我出去外出的时候会带的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系列我是很喜欢的 Living Proof的这个PhD系列 Perfect Hair Day 然后我觉得它是挺好用的 虽然我觉得它价格还是有点贵 就是对于它产品本身的效果来讲 它的价格有点贵 因为就是有些日系的洗发 然后比它便宜也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在欧美Sephora这种地方 买一套比较好的法品送人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挺不错的 Hermes的这个香水 它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那种很清爽的青草香 他们家我已经用完两瓶了 一瓶是理事花园 一瓶是这个空中花园 我觉得这一款的持久力比理事花园好很多 而且它的香味是比较青草香的那种 所以你如果喜欢青草香的话 我还挺推荐这一款的 它Lasting Power也还算是不错 那另外一款呢是这个 这个我纯粹是因为它的包装很漂亮买的 就是K Spade 这款叫Walk on Air 你们不觉得吗 这个蝴蝶结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本身的持久度非常差 而且它的这个喷屏的这个头啊 很很烂 就是我没有喷几次 它就有点坏掉的感觉 然后喷出来的水柱就是 一点一点的那种水柱 它不是那种雾的感觉 它喷出来就是水柱的感觉 所以就是反正就是我有点没有那么喜欢 味道的话就是有点 反正非常大众的香水味 其实味道我也没有特别喜欢 但是就是小小一瓶 所以我就把它喷完了 好另外呢用完的是一罐这个Shower Gel 这是我几年前收到的圣诞礼物 是Philosophy的Pink Almond Candy 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 我不会喜欢这么甜的味道 后来觉得用用还挺好的 你会觉得自己很sweet的感觉 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就会心情很好 因为就身上就会有一种甜甜的糖果的感觉 对就还不错 用完了一罐这个Clinique的卸妆油 尽管这个眼唇卸妆我是试过N款了 但是Clinique呢一直是榜上有名 我觉得前几名好用的 它虽然就是偏贵啦 在卸妆部门里面 它算是不便宜 但是呢卸妆效果真的是很不错 这个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做过这一个牌子 赛贝格这个牌子全系列的review 所以你们想要去看 他们家其他产品的review 可以去找那个影片 那这个Clinzer是我最不推荐的产品之一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价钱 没有让我很惊艳的performance 我觉得你可以不用把钱浪费在这边 他们家其他一些明星产品真的是很好用 但是Clinzer的话就是很一般 然后再有一套我用完的是这个Foreo的 Foreo的层间和晚间的洗面 我有买一个这个Foreo的洗面衣 都还没有时间跟你们做review 但是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因为我之前也用过Clarisonic 然后我也用过它 我觉得跟Clarisonic就这两个比起来的话 Foreo真的洗起来会比较的 我觉得用起来会比较的方便 洗的干净程度嘛 我觉得两个差不多 其实我没有看到很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我觉得Foreo就是用起来很方便 然后而且它是那种塑胶的刷头 感觉比那个Clarisonic那种刷头 也可以就是比较的卫生一点 然后而且它是六个月充一次店 对于我这种来人来讲就非常好 所以我自己还挺喜欢他们家这个仪器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个彩妆好了 因为我觉得彩妆能用完太不容易了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Clio的Kill Brow 我觉得其实这个一般吧 有很多人rave 但我觉得它的那个颜色 有一点点不够深 对我来讲 也可能我色号没买对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颜色 有一点点不够深 它是那种你如果眉毛本身就很浓密 你稍微填一下空隙就很好 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是眉尾缺毛那种 它就没有办法画出那种浓浓的眉尾的感觉 然后它另外一边是这个 是这种 这个 眉毛的叫什么 Mascara 我忘记叫什么 然后就是刷眉毛颜色的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 颜色也很适合我 就是比较冷掉的棕色 就还挺不错的 Urban Decay Naked Concealer 这个你看完全给我用完了 我觉得好用 我知道这个有mix review 就是有些人觉得很好用 有些人又觉得不是很好用 但我自己就是觉得很好用 颜色是light light neutral 我觉得就是保湿 然后遮瑕力适中 遮瑕力不算是最好 但是它就是够保湿 然后我觉得颜色也挺适合我 比较适合遮黑眼圈 它不是那种很白的颜色 对所以我觉得挺不错的 我应该是用到第二支嘛 第三支的这个 是Dior的Lip Glow 然后这次用完的是这个 橘色的这一款 那我之前都一直是用那个粉红色的 然后我觉得粉红色的橘色比起来就是 橘色的显色度要更好一些 持久度也比较好 但是粉色那一款就是保湿力会比较好一点 我个人的感觉 再来那个面膜 我用完了这款 好大一款 那个Bonanza的黑洞膜 这个保湿的这个我已经用到第二罐还是第三罐了 第二罐 我之前用过那个蓝色的 然后这次用的是黑色的 下次我可能就试一试它们那个紫色的 我觉得它们的动膜就很好用 我夏天很喜欢附动膜 因为我就觉得是可以让皮肤迅速保湿 然后又可以拔粉刺 所以我真的是夏季非常的喜欢动膜 这一类型的产品 那最近这个用完了我是 我还库存里面还有一罐DNC 我可能就会继续用那个 然后之后再试试它们家的紫色款 然后另外一个面膜呢 是用了一年终于用完了 是Fresh的这个Sugar Face Polish 它就是一个去角质的面膜 黄糖的去角质面膜 你们如果想要买比较平价版的 可以去找那个Skin Food Skin Food它们家有一个Brown Sugar Mask Pack 跟这个非常的像 它就是比较的平价便宜 然后Fresh这款当然是我自己觉得很好用 但不见得是我自己会回购的产品 因为我觉得它的确价位来讲 是比较的高那么一点点 好后来跟你们讲一下这个 我都已经用完了 都一直没有时间跟你们做review 真的是很抱歉 我是用完了一罐这个Creme de la Mer 相信对保养有研究的朋友 应该都听过它吧 太有名了 海兰之谜的面霜 我是买的60毫升的这个 这个我自己也有买 然后又给我慢慢买 然后我觉得就是 非常适合有 就是皮肤比较干燥 或者是有一点点年龄的 熟龄肌的女婿来使用 那我虽然不算熟龄肌 但我皮肤非常的干 你们也知道十温九干 我是很怕长皱纹的那种人 所以我觉得虽然它的价位非常的高 但是呢 是很值得投资的 因为我觉得我冬天的时候就是那种皮肤怎么擦保湿 怎么敷面膜都干的时候 只有用它 然后我皮肤才不会完全的就是干到裂 然后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投资的面霜 而且它很温和 没有很多没有任何的香精 所以在我的脸上是不会有任何的敏感反应 也不会闷痘痘 但是我觉得它不适合油肌 它们家有比较清爽的soft cream系列 可能你是游击的人可以去 去看看那个系列 但是它们的原始版本就比较适合干肌 最适合的就是大干肌来用 对 身体产品的部分呢 我是一直用这个Nivea的 Nivea Cream来擦身体 我一般就是用它混合一点精油 就在大冬天的时候来擦身体 因为我不仅是脸干 我是全身的皮肤都非常的干 所以我就需要用这种特别特别厚的保湿的cream来擦身体 那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另外这个呢之前给你们推荐过 这个是Clarance的风胸霜 这个我有回购 我现在也继续在用 我觉得是有效果的 就是用完了之后真的会觉得比较的紧实 所以真的是有效果的 你们可以买买看 一个是这个Sofina的Sofina的这种摇一摇的防晒 这个很多人推荐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多年都一直没有试过它 然后前一阵子就是买来试了试看 然后我觉得挺不错的 它就是很清爽 不像那种平常 其实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喜欢涂改叶的这种防晒 因为我觉得它它们通常都比较油一点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我觉得是够清爽的 所以用起来的感觉还不错 另外一款呢是我去年买来做那个防晒review的时候 给大家推荐过的就是这个La Biote 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它是一个防水的防晒 那我也是完全用完了 还不错用 我觉得不太会闷痘痘 也不会太厚重 或者太油腻 然后又有防水的效果 其实很不错 就是出去晒太阳出汗 或者是去沙滩啊什么 还挺适合的 这个是Clarance的Toning Lotion 我觉得还行 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反正我就是拿到了Free Sample 我也是把它用完了 我觉得就挺清爽的 但是也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效果 所以这个就一般般 接下来呢洗面的部分 我还用完了这两个 一个是Tarte的这个Cleansing Gel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就是一个很清爽的折理状的洁面 我觉得洗得很温和 但是没有特别的干净 所以我觉得也不算是我自己 特别喜欢的Cleansing Gel 但是还蛮适合干肌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找一个 洗完不干色的产品的话 你还不如试一试这个 这个是Banish的 叫The Starter 他们之前找我 其实是送我的产品 然后找我写 就是做review 但送我的所有产品里面 我只喜欢两样产品 一个是他们的VC喷雾 一个就是这个Cleanser 所以我就没有单独 拿一支影片出来讲 这个它是一个Cleansing Cream 它是就是干手干脸的时候 你把它涂在脸上 然后之后再用水冲掉这种 它涂在脸上会有一点点 那种凉凉的感觉 还挺舒缓的 然后也很温和 非常适合敏感肌跟肝肌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找一个 很温和的乳液的那种 洁面产品 不会让你的皮肤很干色的 其实可以试试这个看 Serum的话 我是用完了这两个 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吧 是Albin那个品牌的基底液 我用它的方法就是 因为它挺贵的 所以我觉得天天用有点伤心 所以我就是每次敷面膜之前 会来用它 然后用它之后再敷面膜 就是会让面膜的效果 更加的加成 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它可以让你后续的保养品 渗透的更加好 然后它又够清爽 所以是不会觉得涂完了之后 再敷面膜会很黏啊 或者是太保湿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我之前也是在 赛贝格那个影片里面 跟大家推荐过的 这是他们家的那个 保湿的精华液 我觉得是很好用的 但是我把这个也送给 Caelan一瓶让它试用 但是Caelan跟我讲的是说 现在有个牌子叫The Ordinary 然后他们家也有一个 玻尿酸的精华液 跟这个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我之后 可能会买回来试试看 然后再给你们做评比说 需不需要花钱投资这个 还是其他牌子也有 类似的产品 Clarance的Beauty Flash Balm 这个是我 all time favorites的一个打底 一个primer的产品 这是我回购的第二瓶 我以后一定还会回购的 因为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到现在为止 这还是我最喜欢的 冬天的用的primer 因为它就是非常的保湿 然后完全不会搓泥 然后涂完之后 你皮肤真的有很细致 很饱满的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underrave的产品 真的很好用 另外呢 我还用完了一个 这个Isle Pay的cushion 盒子我还存着 因为我还有提心 可以放进去 这个是他们家的 Cover系列 C21的色号 我觉得他们家的 Cover系列 比普通系列要好用 因为遮瑕度会高一些 然后但是光泽感还是在 还是非常的自然 面膜的部分 我还有用完一个 是Glambo的这个面膜 这个我真的是回购了 四五罐了 我觉得是很好用的 涂抹式的保湿面膜 它闻起来是那种 Coconut 那个味道 我自己是很喜欢 然后它敷上去是那种 凉凉的很清爽的感觉 然后敷完之后 皮肤就是有很透白亮的感觉 我觉得涂抹式的保湿面膜 通常除了动膜之外 我都不觉得有那种 很让我惊艳的效果 但这一款是让我觉得 效果非常好的面膜 所以一直都有在回购 很推荐 还有这两罐 一罐是一个deluxe sample 是Bobbi Brown的repair serum 这款就是非常的保湿 很适合冬天来使用 我就是之前三月左右吧 然后就是皮肤还非常干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用它 它是一个乳液状的 serum 但是就是非常的保湿 而且不会闷痘痘 那这一个是我自己很喜欢 X-Skin他们家的好几款 我都很喜欢 像那个蓝色皮的保湿款 还有这个黄色的VC款 我都很喜欢 就是很便宜 但是又还挺有效果的 韩国的开价产品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空瓶update 我不知道这支视频录了多久 然后也不知道 我空瓶攒了多少个 反正我最后会把那个count 放在这边 然后因为视频已经很长了 我就不多废话了 就是感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如果你们也有 还在攒空瓶的人 记得在下面给我update 看你们已经攒到几个了 然后我们一起攒完100个 好 那今天影片就在这边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